50岁到59岁这几年,不管有多难,都要努力得到这四样东西,这是刚需。 十人久不知佛学分说 大家好,这里是佛学分说,点个订阅,佛学分说带你一起共同进步。 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读书考大学是为了以后做打算,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成家立业是为了以后做打算, 四十几岁的时候,也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为了以后做打算, 其实人从50岁到59岁这几年,无论多难,都要努力得到下面四样东西, 更是为了我们老去的生活做打算。 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读书考大学是为了以后做打算,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成家立业是为了以后做打算, 四十几岁的时候,也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为了以后做打算。 其实人从50岁到59岁这几年,无论多难,都要努力得到下面四样东西, 更是为了我们老去的生活做打算。 一,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中年以后,一定要努力发掘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管是种花养鸟还是钓鱼下棋,只要是自己的热爱, 就会让心情更加舒畅。 毕竟人生到了退休年龄,没有了工作充实生活, 慢慢会在空闲的时间里感受到生活的枯燥, 很多人的生活一开始都是按抉择行事, 身为父母就要照顾家庭,养育小孩,身为晚辈就要善待老人, 关心他们身心健康,一辈子都是围绕着家庭, 围绕着亲人生活,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 老人过去了,身边的好友也要过自己的生活,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多了,就会发现人生百无聊赖, 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兴趣爱好,用它来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当你把空闲时间投入到爱好里,你会因为掌握一项新知识而快乐, 也会因为自己的收获而带来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你会因为爱好交上共同兴趣的好友, 兴趣爱好让你的交际圈子变大, 你交流的人群不会局限在亲人和同事, 你就会发现生活的乐趣需要自己去找寻, 而快乐就来源于你的兴趣爱好,点个订阅, 佛学分说带你一起共同进步, 二,手里有存款,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生活中, 处处都需要钱,事事都需要钱, 可以说没钱是寸不难行,诸事不顺, 尤其是50岁到59岁的年纪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钱更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只要勤劳努力的人到了这个年纪, 手里都会有一定的存款, 但是,很多人一心为儿女着想, 抱着养儿防老的心态, 把自己手里所有的钱全拿出来帮衬儿女, 并把自己的晚年生活都托付给了儿女, 说实话,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 所谓靠人不如靠己, 哪怕自己和儿女始终如与共, 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但是, 钱最好还是保存在自己手里, 自己手里有钱, 就有了说不的底气, 不需要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不需要担心晚年无一, 孤苦凄凉, 更不需要因为伸手要钱而被人水甩脸色, 说到底, 在钱这方面, 自己一定要掌握支配的权利,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生活质量, 只有自己手里有钱, 未来的生活质量才有保障。 三, 乐观的心态, 很多人都读过于华的许三观卖写记, 在书中的那个年代, 每个人都被时代压得喘不过气, 回头望现实, 和其相似, 而许三观感动很多读者的, 是他的心态, 文中有一段极其悲悯又震撼, 讲的是, 许三观的几个孩子, 好几天没有饭吃,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哭着求许三观, 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可是家里早就穷得接不开锅了, 许三观又到哪里去给他们找吃, 后来许三观就想了一个办法, 每个孩子点一道菜, 他在根据这道菜, 和孩子描述这个菜的制作过程, 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吃起来又是什么味道, 其实有些菜许三观自己也没吃过, 但就是靠着这样乐观的心态, 他们一家人, 真的在绝望的生活中撑了过来, 乐观的心态, 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 才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 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 更加坚强,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四,身体要健康, 人在50岁到59岁这几年,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努力工作赚钱, 让自己有房有存款, 自然很重要,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比这样都要重要, 那就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工作,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不惜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虽然努力之后, 也获得了理想的功名和财富, 但却失去了最为宝贵的东西, 健康, 终日受到身体疾病的困扰和折磨, 即使在有钱有成就, 也都无福享受其中的快乐了, 俗话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人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人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对于50岁到59岁的人而言,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不受病痛折磨, 生活能够自理, 无需辛苦伴侣, 不用拖累儿女,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要想生活过得好, 健康身体少不了, 无论何时, 我们都要保持身体健康, 不要为了一时的得失, 糟蹋我们的身体, 不要等缠绵病榻的时候, 才懊悔之前没有爱惜身体, 退休后, 我们要试着调理身体, 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注重饮食健康, 和保持适当运动, 要知道只有照顾好身体, 我们的晚年, 才能少些病痛折磨, 才有更多的精力, 把人生活成另一番精彩样貌, 50岁到59岁这几年, 我们都是为了晚年的生活而努力, 在努力付出的日子里, 我们也是希望准备好这四样东西, 让晚年生活更加安稳无忧, 50岁到59岁这几年, 不管多难, 我们都要努力得到健康, 财富, 自我爱好和乐观心态这四样东西, 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 50是天命, 当我们50岁时, 明白这四样东西的重要性, 开始为之改变和努力, 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了命运的馈赠, 前半生在人海中浮沉, 后半生走过万水千山, 我们获得这四样刚需后, 才能把握住晚年的幸福, 50岁之后, 我们已经经历了半个人生, 在这个年龄段, 我们应该明白, 命运的馈赠, 并不是取而代之的幸福, 而是我们通过努力改变, 追求所得到的回报, 只有抓住健康, 财富, 自我爱好和乐观心态这四个刚需, 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真正领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 让我们用智慧与努力, 拥抱50岁到59岁这段美好时光, 迎接未来的幸福, 在50岁到59岁的这段美好时光里, 让我们用智慧和努力去追求幸福, 抓住健康, 财富, 自我爱好和乐观心态这四个刚需, 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 让我们充满自信地迎接未来的幸福, 继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 点个订阅, 佛学分说带你一起共同进步。